左下腿下车那个外子通 这个时候我看到好多金融卡车 都在那个帆布里面 兜了好多人了 在金融卡车里面 他们那些士兵还带着干亏 现在外星在还在认真研究地球上的历史 一次次的什么征服统治 原来都是人 基本上是人海战略他们用的 用为战争 基本上就现在他们外星正在看着地球上的历史 就是那些战争 就是用消灭露取的方法来把人统治下来 他们又看又明白了 又看又明白了 看明白了 地球他们是怎么统治人的 也就是少数几个人 为了统治这个世界 用很多的人去战争 然后战争上方在交战实习了很多人 也是原来圆土 战争的圆土也就少数几个 少数几个精英 少数几个精英 在做这个结论呢 也就是把这几个精英解决掉以后 那么战争也就解决了 战争也就解决了 终于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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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罗伯说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要解决几个精英就可以了 最少数的精英就可以了 而地球人 要解决精英是没办法解决的 因为精英又财力 又各自干扰保护 人家就 拿他们没办法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这些精英 外星人 他轻而易举可以解决 轻而易举可以解决 只是他们 没有让他们在上面去想 现在他们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也就是要让社会进步 就是解决精英问题 原来计划当中是有这个 但他们怎么下手 一直没想明白 现在终于搞明白了 终于搞明白 而且可以 撒一个敬拜的作用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好 再见 再见